E-cigarettes, you know, that thing that full-grown adults with college degrees invented to keep young kids addicted to nicotine, what was that meaning like? 我从18岁开始吸烟 后来随着工作繁忙,吸烟越来越多 吸烟多了以后,我自己感觉引起身体很多的不适 尤其是这个呼吸系统,气管 我也试图多次的戒烟或者是检验 但是经历一段时间以后都失败了 那么后来我用国产的尼古丁的贴剂 但经历一段时间都失败了 我在研究所实际上工作了12年多 在研究所都是一些创新的项目 所以凭借着我这个大学的药学专业的知识 还有我平时对电子学的爱好 那么我就有信心的能设计出了一款达到这样的一个使用目标的电子烟 那么从02年下半年我就开始陆续做一些相关实验 试验这个液体的物化,携带尼古丁 以及在这种检验桩这种吸入以后的感觉 那么通过这些实验我就很有信心了 很有信心的就是创造一款这种实无前列的电子烟 所以说我当得到了尼古丁物化的吸入的这样的一个设想的时候 那当然是很兴奋的因为我立刻意识到我能够制造出来这种电子烟 而且我获得了一个重大发明的机会 尤其在全世界众多的这么大数量的烟民 我知道我这样做的社会意义 如果能为此使广大烟民健康状况有所提升 那么我觉得我为社会做了一个巨大的好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